好 我自己是一個愛書之人 其實我由大學開始 幾乎每個星期六 都會去旺角書店尋找書 而且每年的書展有很多活動 會有講座等等 所以我每一年都不會放過 我記得從九十年代初 到那時候第一、二屆書展 都舉家去 兩夫妻和小朋友一起去 我想這個書展 真的是一個非常代表性的活動 書展其實可以一直逛很多天 每一天都想再回去 因為很多東西可以去看、去買 香港的書展是我們在香港的最好的 有很多人在進入 從所有的生活方向 書展對我來說 可以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一句簡單的就是越來越投入 小朋友可以自己去看到自己喜歡的東西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家庭活動 這是一個學習的經驗 讓人們能夠延長自己的心 延長自己的環境 亦都是很多香港 我這一代朋友的集體回憶 我們去看什麼呢?書展 其實書展的行程都很豐富 但我自己最期待令作家工作系列 因為很難得在疫情期間 都可以邀請到這麼多 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台灣 甚至海外的作家 所以這是很難的機會 所以我們一定要去體驗 帶不帶小孩 當然要帶 生一個小孩 我也想帶他一起去 《文藝郎》《世美香港》的展覽 我就會展覽很多早期的飲食器具 還有宣傳單章 相信很多人都會回味 以往的飲食場所 還有他去過的地方 港九新界都有的 《英文藝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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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集團 邀請了名字 從全球 分享他們的創作經驗 背後的創作經驗 我們可以學習 從所有的寫作 我們可以學習 從他們的經驗 這會令你更加強 成為一個人 今年書展的主題 就是《憶寫香港》 有五位專題作家 我是其中一個 另外又有二十五本 就是《城市書寫特選書》 會展出我部份的自作 我又會有一個講座 講述我的雜史之旅 值得大家一起去參與 從香港閱讀世界 《憶寫香港故事》 《Reading the World's Stories of Hong Kong》 7月20日到7月26日 7月20日到26日 So come, don't miss it 書展見 香港書展到時見 大家書展見 字幕志願